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我们来关心的是外媒报道呢 国际信贫机构目的呢 现在撤销了中国大陆的11家公司的这个信贫 恐怕呢会因此导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危机呢 会持续的恶化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成长趋缓呢 也拖累到了香港的经济表现 大摩的前亚洲主席呢 罗奇就说呢 香港现在是已经玩完了 他也认为说香港的辉煌年代呢 已经过去 不过这一番话呢 现在也引来了香港政商界呢 可以说是群起反驳 另外呢台积电在熊本厂呢 现在已经是开幕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Sony的执行长呢 也说在回顾三年前呢 当时是因为台积电总裁魏哲家的一句话 所以呢也让这个台积电跟Sony呢 最后是变成了倾家 所以呢Sony可以说是台积电在熊本设厂的一个大工程 另外MWC呢 现在登场了 那么在这一次展出的重点 除了AI之外 还包括了像是5G物联网等等 网通概念股呢 因为搭上题材呢 这一个礼拜以来 股价表现相当的亮眼 那么网通股的后市还是大有可为吗 我们先请教冯总监呢 其实中国股市在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热门的话题 现在我路上就传出说在先前被套牢环球时报的这个前总编辑胡锡进呢 现在已经回本了 不过在此同时又传出说穆迪竟然撤销了十一家中企的信贫 会不会让大家担心的房地产危机更恶化 对其实中国的危机真的有每况愈下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穆迪在二三号的时候 他是用撤销几个重要的公司的一个整个评级的一个部分 第一家公司是中国的坏车管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而且他原本是BAA3 是一个投资等级的评级 直接他不是调降 他是直接把他撤销掉 撤销就代表你是什么 你完全没有信用科业 因为我没有记录可查 如果把你打到垃圾级的话 你至少还有评级 你现在连评级都没有 就直接撤销掉了 同时还有另外十家的中国房地产的开发商 包括中俊 龙光 建业这一些 可能未来来讲 你没有信品 你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你连钱都借不到 因为你就没有信用科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 就是说这个目的这样撤销 11家重要公司的一个信品的一个平等 另外一个来讲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路透社报道说 有一个开发商的叫做华南城的部分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2月9号之前 支付1125亿美元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本金 那么有人因为他身为债权人 他就拟向其中一个大股通 而且他是深圳背景的一个国企 叫做特区建发集团 提起诉讼 这不得了 因为这是国企一般在中国大陆来讲 国企就是最稳的 像中国人说这些就是最稳当的公司 民营企业还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竟然是国企 所以这可能会变成手中 就是债权人向国企讨债的一个现象发生 另外在现象面的部分 我们在台湾如果要卖房子的话 通常会找谁 找仲介或者是上网 对不对 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这边 因为仲介需要仲介费 要省钱那怎么办 直接在小红书 小红书是大陆很红的一个社群媒体 一般来讲都是介绍一些美妆穿搭 但是现在直接用小红书来卖什么 卖房子 他因为他可以省下 大笔的一个仲介费的部分 现在还中国大陆有一个新行业 叫做陪伴 什么叫陪伴 就是现在在大陆要赚钱 是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有压力的时候要找谁倾诉 如果找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话 就会问你说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就像我们过年最讨厌 被问到的问题 什么时候要结婚 难以启齿 所以就找一个陌生人 一个小时多少钱 比如说我跟斐鱼不认识 我就找斐鱼 来听我讲说 我在工作上 我找工作多困难 我赚这个钱多困难 老板对我压榨的多么严重 找一个人来抒发陪伴一下 而且因为是不认识的人 所以这是变成一个人体垃圾桶 可以不断的 因为如果你是亲友的话 你会有压力 有些话不敢讲 但是这种陪伴行业 因为不是不认识的人 反而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所以你也知道说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么苦 好 不过要再请教冯总监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 目前看起来还是很多隐忧 但是不是也因此拖累到香港 这个大摩的前主席 他就说现在香港已经完完了 不过这一番话 现在引发了正反的一个 两面的评价 对 我最近好几个朋友 因为最近农历过年 我香港的朋友 很多跑去深圳过年 我举一个统计的例子 从除夕到初四这一段时间 处于香港过年 跟我们一样差不多 总共有一百六十六万人 北上到深圳 非常的多 但是同一个时间 过去大概中国大陆 都喜欢到香港 买东西 对 吃东西 但是同一个时间 只有多少 八十多万人 差了一倍 为什么他们不留在香港 要跑到深圳去过年 因为CP值很高 便宜 便宜 对 为什么 连香港人自己都在讲 留在香港 买东西或消费的话 第一个 物价水准太高 太贵 第二个服务品质太差 第三个选择性太少 所以去深圳反而刚刚好 过去来讲 香港到深圳消费 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是成为一个 香港人的日常 为什么 甚至于我只要花 一只大闸蟹的钱 就够本了 为什么 在深圳的话 你只要用八十八块 就可以买到一只大闸蟹 但是中国大陆要多少 两百港币 这个差价的一百一十二块 其实就足以让我从香港坐车到深圳 而且现在很方便 我查一下 坐火车 从香港到深圳 只要四十五分钟 你如果坐高铁的话 更只要十五分钟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CNN也报道就是说 其实过去中国 在香港回归之前 要逃向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过去我们香港就是 以前的口号都是买东西 吃东西很便宜 但是不在了 很多去过香港的朋友 应该都发现 其实香港还蛮贵的 所以连香港的民众 也自己觉得说 你在深圳 你只要花十美元 就可以吃半只的北京烤鸭 三个人 而且还三个人一起吃 十美金的话 三百多块台币而已 真的很便宜 而且到处都有什么 珍珠奶茶店 而且一杯只要多少 1.7美元 大概五十几块 我自己去香港 我买那个手摇影 买台系品牌的 大概都要二十多块港币 大概都是破百以上 真的很难想象 所以你就知道说 香港现在的物价 有多么的一个高 那除了买东西 吃东西之外 甚至于连看牙 也可以去深圳 为什么 在台湾植牙的话 大概十万左右 十来万左右 但是在深圳植牙 一颗只要多少 两千五到七千人民币 我们取最贵的来讲的话 也不过才 相信三万块 对 差好多 差好多 但是在香港 最贵的要多少 如果你在私人医院的话 可能要两万到五万港币 五万港元 所以要多少 差不多二十万 你才有办法吃一颗牙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香港人 一个交通方便 第二个真的很便宜 都纷纷跑去深圳进行一个消费 所以香港的经济 是不是真的很让人担忧 对 其实你看摩根斯丹尼 前亚洲这个主席 罗奇他有发表 他可能放了一条欧阳飞飞的歌 Love is over 他想说香港是不是已经over了 那当然我觉得这句话一讲出来 生活在香港或香港政府 一定会大力的反击说 没有 没有 没有这回事 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从现象面是最明显的 民众的感受是最明显 如果赚的钱还是这么多 经济还是这么好的话 我干嘛要离香辈 要跑那么远 跑去深圳去吃一个晚饭 或者是一个年夜饭 这样子 为什么不在香港就好 可见就是第一个赚没那么多 第二个经济没有这么的好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也有 其实有提到说 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做 撤离跟人才的一个外流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现象 有没有 就是说香港是不是已经over了 我觉得至少一个现象 他最辉煌的时间点 应该已经是过去了 因为现在香港的经济 强势连结中国的一个经济 中国的经济如果不好的话 像最近迪欧的一个时装展 也开始做无限期的延期 为什么这些奢侈品 其实就是要卖给谁 中国大陆的一个民众 但是如果说中国大陆一个经济不好的话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办这个秀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至少来讲的话 在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刺激经济的效果之前 我觉得短线来讲的话 可能未来这几年香港还是会很辛苦 从市场上面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来看恒生指数 被台股超车之后形成黄金交叉 而且就是渐行渐远 港股现在已经看不到台股的一个车尾灯 台股一直创高 对但是你看这个港股的一个指数 这一段时间还是靠什么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方式 才得以有一个短弹 没想到弹了之后又怎么样 继续往下走 还破底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另外来讲上证也是一样 就是说之前有一个旧市的措施来讲的话 有一个短期的反弹 但是最近来讲 还是有一个破底的一个现象 那最近在所谓的降息的一个刺激效应之下 有所提升 但是回到基本的经济面 我觉得还是要以经济为依规 目前来讲还是走一个比较中空的一个格局 已经是全美市值第三高的公司 市值有多高 现在可以大赢南韩跟澳洲的GDP 而且全球只低于十一个经济体 对 最近那个袁小姐刚过 这个回答也可以拿来做猜灯名 什么灯名呢 回答等于什么 富可敌国 为什么叫富可敌国呢 因为他曾经创造了两兆市值的这样子 曾经虽然说股价有点打下来 但是还是很接近两兆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 这个市值等于是多少 我们把前十几大的这个各国的GDP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很接近巴西加拿大跟墨西哥 这些大概都是在两兆多 所以为什么讲说一家公司 灰达就可以富可敌国的很重要的那个原因 那最近在AI界也有个重磅消息 也就是说亚马逊的贝佐斯 灰达还有包括微软都要投资一家新的公司 叫什么Figure AI 这家公司很特别 这家公司其实是被这些所谓的AI巨拨给向众了 那预估要融资 要筹资多少 6.75亿美元 而且全部通通到位 那这些重磅级的股东有哪些 第一个贝佐斯我们讲过 亚马逊都不发给股东鼓励 就是可以拿钱来做投资 所以你看贝佐斯他直接就要投资多少 1亿美元 2话不说 那第二个OpenAI最大的股东是谁 微软 提供9500万美元 其实也是接近1亿的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另外来讲灰达要投资多少 5000万美元 而且一度考虑收购Figure AI的OpenAI 就是CHETGPT的这家母公司 也要投资多少 500万美元 没办法 因为他其实都是用消耗性是比较多 他的大股东是微软 所以他投资比较少 他当时没有这个收购 其实是有一点点可惜 那这家公司很特别的地方在哪边 我有去看他的那个YouTube影片 他其实非常厉害 在25年前 这个罗比卫店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 叫辨人 这个机器人管家 那这个呢 后来就是真的变成人类 对真的 那这个Figure AI他有一个人型机器人 叫Figure 1 那么主人问就告诉他说 他搬了一台这个咖啡机在他面前说 Figure 1 can you make a coffee for me 然后他就真的把胶囊放进去 然后精准的按下按钮 然后咖啡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未来来讲 可以变成所谓的一个居家照护 还有包括这个居家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人型机器人大家现在就是看好他的上机 对 因为你可以直接把AI直接放在机器人上面 可以可以做很多居家照护上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呢 而且你既然被Open AI向重 我觉得这个就是既Chat GP之后 下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科技 然后不只是Figure 1 另外一个特斯拉 我们不要忘记 虽然今年他的股价表现不好 不好 他还是在人型机器人上面有一个琢磨 因为他有一个Optimus Gen 2 Optimus 如果有看电影 《变形金刚》的观众朋友就知道 就是柯博文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也是未来来讲 特斯拉会着重在人型机器人的一个部分 好 再请教志源 现在灰达不断的在创高 所以含灰量比较高的一些ETF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在改写历史新高 没错 上次台积电法说 我们带来了含基量高的ETF 对 那现在呢 灰达涨这么多 如果你不敢投资灰达 因为毕竟涨这么多了 你那么贵 那我有没有可以去分灰达的一杯羹呢 有今天为你带来所谓含灰量高的ETF 我这是我统整 而且我一家一家进去他的持股去看 把含灰量最高的 含灰量最高大概就是在集中在这些所谓的ETF 在所有ETF里面含灰量最高的是00895富邦未来车 含灰量有多少 26% 那第二档是00893的国泰全能 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 也有22.2% 这两档ETF其实就是因为跟 虽然说感觉上从他的名字 你会直觉的好像跟特斯拉相关 但是除了特斯拉之外 其实辉达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持股的一个部分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像00903 770这些普遍来讲 一层上下 大概一层上下 你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个如果你不想这么集中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所谓的美股的大型科技股的ETF 他也有一些含灰量虽然不高 譬如说举例来讲像00858 这个永丰美国大型500股票的话 含灰量也有到7.6% 那我们这边举两档 第一档就是这个00895的富邦未来车 你看这个跟着回答真的也是一直涨不停 那其实你看他的一个最近一年 也有将近59%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今年以来有将近17%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那么第二档的如果是大型股 我这边举的是00924的富华S&P500成长 他基本上就是跟S&P500中指数 那么其实你看他的一个净值的部分 股价的部分也是不断的一个向上 那么今年以来他的一个投资报策略 也是相当可观的 再薦一个经历是一格好 含唤一哥哥 你哪有鱼的呢 不过得好 甚至少是一格好 还是一格好